宿舍养猫经验分享 是我培养乖乖猫的原则 我本来是很困的 但是既然答应大家要录 那咱录完再睡觉 OK 这是我做的一个 养猫原则的一个笔记 视频会有点长 需要你有点耐心的去观看 然后我的养猫原则呢 有四点 第一点呢 就是小猫刚接回来的时候 我只会让它跟我接触 我去同位 去帮它处理任何事情 在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内 我会跟我的社友说 不要去接触我的小猫 因为这段时间 它需要对我有一个认知 和依赖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点呢 如果说我的小猫做错事了 那我 其实我会去教训它 去骂它 如果其他人想要去做我的小猫的话 那我会立刻地去维护我的小猫 然后当着它 我们的小猫的面具回击 就是让它有一种 它被保护了的感觉 我是它的主人 我是它的老大 我能护着它的那种感觉 那第三点就是 我觉得小猫它也是有认知的 那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爸妈 答应我们的事情没有去做到 我们自己会对家长的信任感 会慢慢慢慢地降低 那小猫也是这样子的 或给它任何一些奖励 我一定会去执行 第四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小猫做错事了 你是不能去灌着它的 它越灌止会越嚣张越严重 小猫做错事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 抓到现行之后立刻处罚它 让它意识到做这件事情 它就会得到相对应的处罚 好的习惯它不会一处而就 但是坏的习惯 你去放任它几次 它就已经定型了 但是如果小猫做的 有什么值得你 觉得是很欣慰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要给它相对应的奖励 凝食也好 为它玩也好夸它也好 要让它热切的知道 做的这件事情 它是有好处的 那久而久之小猫 其实是会比较听话的 如果我的小猫做错事了 那我会让所有人 包括其他动物 去鼓励这个小猫 让这个小猫知道 做的这件事情 不仅会得到惩罚 大家也会不喜欢它 加一点吧 加一点吧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 我会做就是 吃饭喂食这个事情 一定是我自己去做 我很少很少 会拜托我的室友 去帮我喂猫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喂 视频结束啦 带妹妹出来露个脸 希望大家能也能 拥有一只自己的乖乖小猫 拜拜